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圣经加油站 我是今天的加油员凯峰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十二到五十二节 我所使用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二零一九版的 好我们就一起来攻读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在这里坐等我去祷告 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 他开始悲痛难过 对他们说我的心非常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警醒吧 他往前走几步 伏伏在地上 祈求上帝说 若是可以 不要让他经历这痛苦 他求说 阿爸 我的父亲啊 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苦碑移去 可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旨意 他回来发现三个门徒都睡着了 他对着彼得说 西门你在睡觉吗 你不能警醒一个钟头吗 他又说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诱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是软弱的 他又走过去了 仍然用同样的话 祷告 然后他再回到门徒那里 看见他们还是睡着 他们睁不开眼睛 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 耶稣第三次回来 对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觉 还在休息吗 看哪 时间到了 人子就要被出卖在罪人手中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哪 那出卖我的人来了 好的 我们就念到这里 我所选择的经文是在 十四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 他往前走几步 伏伏在地上 祈求上帝说 若是可以 不要让他经历这个痛苦 他求说 阿爸 我的父亲啊 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苦杯移去 可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旨意 我领受到的是 我们成了一台戏 在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九节 我想 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想起呢 我要上台做见证的时候 或者是要上舞台表演的时候 我都需要预演跟准备 然后呢 要明白 跟做到每一个环节的衔接 不停顿 好的表演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要顺畅的跑完每一个场景 所以预演跟准备很重要 我在这两段经文好像看见 柯西玛林园是 耶稣要上舞台的后台 阿爸父神已经预先将彩排 或者是说预演的流程 放在耶稣的心里面 从被抓 一直到上十字架 复活的这一段路 在耶稣的心里面 重复的预演 我想耶稣也是肉做的 也会觉得痛苦 耶稣站在人的位置上 承受和我们同样的苦楚 难怪耶稣会向阿爸父祷告 可以的话把这苦杯移去 可是呢 耶稣为了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又祷告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一台戏上演 耶稣无罪的献上 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恢复了神的公义 借着人的愿意相信 让神跟人中间不再有阻隔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一就是持续的相信耶稣 那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会恢复神儿子的位分 回到父神的爱中 有什么可避免的罪呢 成为不再流浪的孤儿 在生活中的应用呢 就是相信耶稣 认识耶稣 认识阿爸父的爱 从圣经当中 还有牧者的信息 更多的知道 对上帝有什么认识呢 神是行公义号怜悯的神 公义和怜悯并存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耶稣按着父神的心意 你成了这一台戏 如同定死罪的囚犯 上十字架 成为了献祭的羔羊 叫我这样没有达到神标准 几乎已经不认识父神的人 能够借着你一次的献上 恢复我在阿爸父神面前 宝贵儿子的位分 因着耶稣你的宝血 遮盖了我 没有让神喜悦的行为 让我能回到天父的爱中 耶稣我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